22号空军两架F-51战机在空中发生擦撞 实施坠海 走成机上飞观训举 随着调查展开 空军内部人士透露这次F-51撞击始末 22号下午2点30分 四架F-51战机自台东制航基地起飞 前往屏东加东靶场 执行基本对地炸射训练任务 不过在训练过程中 一号机完成照准任务训练航路后 轮到二号机从高空进行对地照准 但二号机疑似托把 也没有非凡原本规划的代名区 掌机一号机因此下令 停止训练编队返航 随后四架战机在9000尺高空 穿远到高度14000尺 下午3点06分 掌机下令四号机与二号机变换队型 准备以四机编队非凡制航基地 下午3点07分 二号机与四号机在空中调换位置时 却发生两架战机机头撞机位 一号机和三号机目睹足以弹出 空中碎片散飞 飞行员下坠进入零层 下午3点10分 国搜中心获报后 随即启动陆海空搜救行动 军方人士透露 专案小组正所定证关键三分钟 调查何种状况 导致两架战机擦撞 空军司令部对此则表示 相关失事照应专门调查小组 仍在实时查证 这里中心采定报道